你们的这个话 六块钱 大家是要不要的 底头讲哈 老实的话意思 底头这个话还可以哈 六块钱还偷日头 就在这个路边上摆的 简单的这个话 走在这边来了 今天带大家去切个网红快餐 很多博主都来切过 听说13块钱有几十个菜 走走走 就在这前面 中午好多人这里切快餐 随便吃随便吃 哇好多菜 看看 老板有几十个菜 二十几个菜 随便吃随便选 不想时间不想量哈 看嘛 那个凉面都是能够拌好的些 直接超级吃就吃了 拿包啊 随便切包哈 随便吃随便选 不想时间不想量 那边都吃包多 两个菜 二十六 你肉还没加嘛 哈哈 来个八八 13块吧 来 好 随便吃随便吃 随便吃哈 马尔的专业就盖吧哈 都打了肉 打吧 打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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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打好了哈 好啊 二十八个菜 是打了几个菜 打了粉蒸肉 面鱼脱脱 我们四川最喜欢切的哈 妈我再去打点汤了 这个是米汤哈 清汤哈 清汤 看嘛这么好多人切啊 这边有两家哈 那前面有一家 都是四川块钱一个人 这是我们一个县城 大洲那边最火的一个快餐点哈 你看 有煮火炉的 有跑出租车的 有跑出租车的 还有就是在那边刷的人 到了中午啊 切换就是为了方便 一样如果说的 中生的去炒个车的话 炒一个小菜都要十几块钱 也不要说切肉了 大家说是不是可以 先来个混蒸肉 哦 焦了 喝下了 又把切了哈 也在那里切完了 不得了切粉条的那一刀子哦 啥呢 切粉条的那一刀子哦 你还是安逸 在煮火炉是吧 在煮火炉 在煮火炉 啊 啊 多元的人都跑在那里切 确实这个快餐点哈 很糊 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县城 大家都知道 起码几百人也来切啊 现在12点多钟 切换的人越来越多哈 我也不晓得那个快餐点 哪个能够活呀 弄多人的切啊 可能老板呢 对人太客气了 你看每个客人来的哈 他都要打招呼 随便切 随便选哈 香茄子 切包子素 确实这13块钱也并不高哈 人多啊就是利润多 如果说一13块钱 各人去买菜 来煮炒的方 那是帮不到的哈 弄多菜 一模是啥子 现在在外面去切碗面条 米一下这些 都要12点3块哈 老板的下面桌子做满的 上面还大的桌子 再来两半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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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子要一点点 小伙子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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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搞笑 我去打菜去的 那个收碗的 他把我那个黄瓜 用一个收袋 米糖玩一个收袋 好吧 就往切的菜了 饭都还没切完 算了 这个桌子也给他们斩了 斩去切掉 两瓣灰色有点辣 还有两瓣黄瓜 大家平时喜欢切快餐 13块钱一个人觉得怎么样 看吧 好多的年轻人 美与这些都在里面切换 味道就是可以巴适 麻辣麻辣的感觉 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 谢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 还可以 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机制 每天有基本的切饭 起码吃到全天下来有五六百个人 都是玻璃多小 玻璃多小 有个人多 可以可以 他们把地上给予活 所以大家觉得是会 吃得好 吃得饱 希望你快餐也做得好